我身为台北市长要向这些受伤的孩子和家长致上歉意 面对镜头甚至一举功北市郎西案持续延烧 事发至今市长蒋万安道歉了 近来幼儿园的事件不论发生在以前还是现在 或者在法令或政策上可以更加完备 我们都会来检讨改进 避免未来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而北市幼儿园事件也横跨了柯文责任内 在记者会上柯文责也坦诚的确做得不够好 表示当时接到检举就启动了行政调查 但是就是没有抓到证据因此检调才会不起诉 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说如果重来一遍 怎么去做会比较好 在法律上如果我们要来进一步修法 去找到更好平衡点应该要怎么做 不过绿移民大显然不买单 表示除了认为两人姓平观念落虎 更喊话柯文哲也应该道歉 柯文哲的说法是不能为人先判 那也怕造成家长的恐慌 我听到真的是相当的震惊 因为这个停职它不是停聘 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处置 倘若这个是清白的 那也让他好快给到园里或是学校来上班 柯文哲到现在都没有出面来进行说明 只有说要检讨那到底要检讨什么呢 柯文哲真的是一个非常冷血失职的前市长 蒋万安道歉灭火 柯文哲表示会检讨 只是不论如何辩解对这群幼童来说 伤害已经造成 应该尽速调查清楚别让汉事一再发生 欢迎新闻陈燕凯 专门达台北此风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欢迎讨讨讨讨讨讨讨论 Zither Harp